首先 我很抱歉 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老 你这件事告诉萨子了 因为我们离婚了 萨子不想再见我了 我也不能再见他了 因为再见到他 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 离不开这个家 离不开北京了 萨子 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 我不该打你 可我如果不这么做 你就不会和我离婚 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答应过你老爷 又让你快乐一辈子 现在你和我在一起 已经不快乐了 我就得离开你 萨子 我是无意中听到你怀孕了 也听到你 犹豫想不想要这个孩子 最后你的决定是不要了 我亲眼看见 从医院里走出来你很痛苦 我更痛苦 我的心 就像是被刀扎了一样 很疼 很疼 可我不恨你 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 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 你怎么会和一个 不爱的人生孩子呢 既然你不爱我 那你这么做也就没错 希望你以后 会和一个你爱的人生孩子 只可惜这个人 不是我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 我们之间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原来我以为 我可以让你幸福 但现在我知道 我做不到 你是个好女人 好媳妇 你宁愿骗我也不想伤害我 可我就是个陕北走出来的小矿工 无论我怎么努力 陕北人家做得怎么好 赚了多少钱 我仍然是那个 你第一次见到的长高兴 你也不想伤害我 所以我决定回到 我该回去的地方 我的父母也需要我 而你的老爷更需要你 他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老人 我希望你能去陪他 就像我回家陪伴我的父母一样 萨萨 他只有你一个亲人 而我的父母 也只有我一个儿子 我们离婚了 你就可以安心地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去实现你的梦想 只是那个梦想 梦想里不再有我了 奶奶 饭管我还给您了 这也是 我在北京能留给大家 唯一的东西